密实一文 盘古论经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头条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关于这场全球大战 很多人也展开了许多丰富的想象 纳粹僵尸 德国黑科技 还有希特勒的月球基地 千几百怪层出不穷 今天这期节目 欧阳为大家整理了最为神秘的 五个二战未解之谜 第一 索罗门巨人 索罗门群岛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太平洋战场上最为重要的主要战役之一 1942年初 日本入侵新几内亚托管地的英属索罗门群岛 建设了多个海空基地 以掩护日军对新几内亚的进攻 为日本在后方岛屿设立的大型基地提供防御屏障 并且作为前进基地以切断美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航力线路 出上岛屿时 日军便遭遇了一种极具攻击性的大型生物 据说 当日军士兵在横跃岛屿上众多偏远而又浓密的雨林时 偶尔会遇到一种巨型多毛的原始人 这些原始人身高三到五米 全身覆盖着棕红色的毛发 脸上有着突出的眉骨 扁塌的鼻子和宽大的嘴巴 这些原始人拥有巨大的双臂 还会挥舞巨大树枝和木棒作为武器 相当具有攻击性 甚至还会像非洲野犬一样集体狩猎 曾有日军幸存者表示 他曾目击过这些巨型原始人 对他们的小分队横冲直撞来回蹂躏 然后再把树枝和树叉撕咬开裂 来炫耀他们巨大的力气 子弹对他们毫无杀伤力 一旦在崎岖的密林中遭遇 几乎无处可逃 只能听天由命 在夜晚 时常能听见这些巨兽从黑暗中发出的咆哮 和同伴欺凌的哀嚎 关于所罗门群岛上 日军遭遇的巨型原始人 听上去非常科幻 至今也没有直接的证据 能够证明确实有原始巨人 袭击过岛上的日军士兵 只不过奇怪的是 这些巨兽似乎只是专门针对日军下手 类似的描述并没有存在于 后来登岛的美军当中 不过 当地确实有着很长一段 关于神秘巨人的历史 而且当地土著也清楚地知道 他们的存在 岛上流传着许许多多 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 甚至在今天 仍有人表示 他曾亲眼见过巨型多毛的原始人 或是发现过他们的足迹 第二 消失的飞行中队 1945年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美国上下都沉浸在战争胜利喜悦之中 除了那些战死沙场 马格果尸的人外 其他在外征战 宝经风霜的士兵们 终于可以回国和家人团聚 但是有些人却永远地消失在了异国他乡 其中就包括著名的 消失在百目大三角的美国19飞行中队 1945年12月5日 美国海军五架复仇者鱼雷轰炸机 共14名飞行人员 从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海军航空站出发 进行战斗导航和模拟轰炸训练 按照预定的飞行路径全程约480公里 从出发到返回远计划用时3个小时 飞机上携带了足够飞行6个小时的汽油 起初一切顺利 但是到了返航时 原本一望无际晴朗的天空 突然变得翻云覆雨 电闪雷鸣 第19飞行中队飞进了厚厚的云层 紧接着飞机上的罗盘开始失灵 导航仪和仪表盘也都先后失灵 尽管领航的队长泰勒拥有长达2500小时的飞行经验 在二战太平洋战区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但此时的他也变得越来越恐慌 他向地面指挥中心报告 仪器显示他们已经降落陆地 但他认为他当下所在的地区 是墨西哥湾的佛罗里达群岛 而不是在大西洋上空 就在泰勒带领第19飞行队 朝着不知什么方向飞去的时候 无线电信号开始变得断断续续 从第19飞行队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泰勒说的 他们不得不迫降除非看见陆地 飞机燃油即将耗尽 他们将一起坠落 随后便彻底地和地面失去联系 第19飞行队诡异的消失 立刻引起了美国海军的重视 美国海军立刻派出了大量的搜救船和飞机 进行大面积的搜寻 然而更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在派出搜救队仅20分钟后 其中的一架救援飞机马丁水手号也从雷达上消失了 这架飞机至今也没有找到 机上的13名机组人员同样不知所终 经过连续几周的搜救 第19飞行队和马丁水手号救援飞机 勃不见人死不见尸 最终美国海军只能草草收场 直到39年后的1984年 墨西哥北部的某处沙滩上突然出现了5架美军飞机 机身闪亮 油箱里还留有汽油 但机舱里却空空如也 不见人迹 经赶到现场的专家确认 墨西哥北部沙滩上发现的这5架美军飞机 正是1945年在百慕大海域上空突然失踪的那5架战机 至于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美军第19飞行队整整5架飞机集体神秘的消失 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第三 希特勒之死 1945年4月27日 苏军攻入德国首都柏林市内 面对纳粹德国的全面溃败 4月30日下午3点半 希特勒在柏林的德国柏林总理府庭院兼顾的地下掩体 也就是元首地堡中 和他一天前刚刚成婚的情妇艾娃双双自杀身亡 根据希特勒生前的指示 他的手下将二人的尸体从应急出口搬到地堡外 随后在地堡外的总理府花园内用汽油将尸体焚化 埋葬在花园内的弹坑中 以上是关于希特勒死亡真相史学专家一致认同的观点 但是直到今天 依然流传着希特勒其实没有自杀 而是逃了出去藏了起来 并一直活到战后的说法 由于希特勒夫妇二人遗骸的几番波折 以及数名关键证人的翻供 让整件事的真相更具神秘色彩 根据党卫军突击队队长奥托军社的交代 希特勒在自杀前指示自己 他不希望被苏联人活捉 在和艾娃自杀后 也不希望死后尸体落到对方手里 被放在莫斯科斩出势中 二人的尸体必须化为灰烬 然而希特勒自杀当天 由于尸体是在漏天环境下焚烧的 热量分布不均 汽油量也不十分充足 尸体最终没有被完全毁掉 5月4日 苏联侦察员在帝国总理府花园的 一个弹坑里发现了两具 被推测为希特勒和艾娃的交尸 斯大林接到报告后 认为希特勒没死 只是隐秘起来了 尽管苏联方面找来专家 在为希特勒做过假牙的牙医及其助手的帮助下 通过牙齿确认遗骸属于希特勒 而且遗骸中的下颗骨和牙齿部分 据称至今还保存在莫斯科 两具遗骸之后被重新转移到东德玛格德堡的一处 施密尔书设施 于1946年2月21日 埋葬在无名墓穴中 但是 苏联内务机关在几个月后 对据说是希特勒开枪资金时 在沙发上留下的血迹的鉴定表明 这不是血 而是色泽相向的液体 被认为是希特勒的那具 胶石上的血型 同希特勒的真实血型也不符 胶石的大脑内也未发现弹痕 种种迹象表明 是替身掩盖了元首假死潜逃的踪迹 不过 这一切现在已无法重新鉴别 因为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伯夫 曾于1970年下令 挖出并彻底焚毁 埋葬在东德玛格德堡里 希特勒和与希特勒一同自杀的 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夫妇全家的尸骨 骨灰被抛入河中 而当希特勒在自杀时 他的亲信随从无一人在场 除了跟随他一起死去的情妇艾娃 第四 杀人湖和纳粹的黄金宝藏 二战末期 第三帝国行将土崩瓦解 纳粹当局慌忙将战争期间 截掠的财富和部分隐秘文件藏匿起来 从而引发了战后扑朔迷离的搜寻活动 然而所有寻宝活动均以悲剧告终 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东南六十公里的巴特奥赛附近 有一片怪事林寻松林茂密的山区 这里有一个被称为湿地里亚洲黑珍珠的湖泊 托普里赛湖 这座小水库长约两千米宽不到四百米 却很深 最深处达103米 而且还充满了各种恐怖传闻 1945年德国投降之后 党卫军曾把托普里赛湖当作保存财宝的保险柜的消息 不禁而走 紧接着传闻四起 说托普里赛湖里埋藏着党卫军攫取的黄金 及德意志帝国的黄金储备 而且传闻很快便被证实 一天成千上万张英镑纸钞浮上水面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当时英美联军 驻德国法兰克福的司令部 经过货币专家鉴定 发现卡车上装载着23个箱子 箱内共有2000万英镑 美国人马上跟踪追查发现 之前这两辆汽车只是在托普里赛湖附近 消失的整个车队的一部分 周边的居民们证实了这一情况 据目击者称 德国人把一些用白银鼠制成的大箱子 投入托普里赛湖中 每个箱子上刻着写着帝国专运几个大字 美军海军潜水小分队开始在托普里赛湖搜索 但是很快因为一个潜水兵在水下意外死亡 而工作停止搜索 1946年2月 两名曾在托普里赛湖参与过 新式武器研制的参与者来到托普里赛湖旅游 但是随后被残忍杀害 后来在托普里赛湖地区一个别墅花园的干枯花丛里 发现了一堆废弹药 下面藏着三只箱子 里面有1.9万枚金币和一块500克重的金钉 环湖一带的种种发现引起了人们跃跃一世的骚动 1950年夏天 三个被怀疑是前德军人员的法国学者来到托普里赛湖考察 带走了四只沉甸甸的箱子 然后夺知所踪 同年8月 一位曾在党卫军服役的潜艇秘密基地的负责人来到托普里赛湖随后失踪 1952年 又先后有数人在托普里赛湖一带神秘地死于非命 托普里赛湖也由此得名杀人湖 1983年初秋 一名来自西德的潜水运动员被两名后来证实是前党卫军分子的同伴 在潜水途中被割破氧气管死亡 1984年11月 奥地利军队的考察专家们开赴托普里赛湖 在湖底发现了甲壁 还打捞出一枚长3.5米重一吨的火箭 在湖西南部的湖底 奥地利扫雷部队的专家们借助扫雷器和剪拨器发现 湖底可能有大量金属存在 金属集中在大约40平方米左右的范围内 可能是黄金 也可能是弹药库 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通往湖底的地下坑道 但是由于专家们推断 纳粹分子可能在通往财宝埋葬处的坑道里布下地雷 从那之后 再也没有谁想在托普里赛湖寻宝的事情上跃跃欲试 而湖底到底还藏着什么样的宝藏 恐怕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无人知晓 第五 北京人头骨和阿波王号 阿波王号是一艘令全世界所有打捞者魂牵梦绕的沉船 传说中它是一座重达40吨的金山 1945年3月28日 日本军队征用阿波王号在新加坡装载了 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 4月1日午夜时分 阿波王航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 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艇发现 遭到数枚鱼雷奇迹 三分钟后迅速沉没 全船2000多名乘客及船员 只有三等厨师夏田勘太郎一人幸免于难 据美国共和党报1976年11到12月号特刊报道 阿波王上装载有黄金40吨 白金12吨 工业金刚石15万克拉 大捆纸币价值不明 人工制品 工艺品 宝石40箱 价值不明 据粗略估算 所有财富价值高达50亿美元 除了这些金银财宝 阿波王号尘船上很可能还有一件无价之宝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据称 1972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 曾将美方所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 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中国政府 尼克松提供的线索是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可能在沉船阿波晚上 1941年 重庆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美国公使馆 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将一批包括北京人头骨在内的珍贵古人类化石带去美国 免遭日本掠夺 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军迅速占领美国在华的所有机构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下落不明 成了人类科学史上的一大悬案 后来有证据显示 日本人将在中国北方搜罗的文物宝器运上了阿波王号 其中就包括北京人头骨 但日本官方则始终不肯承认 1977年1月13日 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 由福州军区统一指挥 交通部和海军一起组织力量 对早已断成两段阿波王号沉船进行打捞 1980年 上海旧捞局的大力号海上自航服吊船 将44.7米长的手段一举吊服 捞货吸定2472吨 售价5000余万美元 还有橡胶等货物数千吨 但没有发泄黄金或北京人头骨 不过 由于当时深浅技术和深水雏泥两大技术没有过关 约1万立方米的淤泥掩埋着长107.8米的厚段 其中包括金库 驾驶台客房及船员舱室和机舱 而潜水员根本无法到达那些位置 所以说 根据那次打捞 无法断定北京人头盖骨就一定不在沉船上 很多专家学者也在呼吁 应该对阿波王号沉船进行第二次挖掘 探究北京人头盖骨究竟再没在沉船上 只不过直到今天也还没有任何关于对阿波王号进行第二次打捞的消息 而北京人头骨的下落也一时无法得知 以上就是二战五大未解之谜的全部内容 你还知道哪些有趣的未解之谜 欢迎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参与讨论互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